內地環球時報記者傅國豪的機場事件 大家都知道了 判刑了 三名示威者昨天分別被判刑 四年三月至五年判刑 都很重 其中一個是無罪釋放 因為認不到 其實都應該判重的 因為他所有事情證明在這裡 所有環境證供 即是說1234567都對 就是這樣說明白嗎 整方說判刑反出這件案件的嚴重性 要具阻下作用 又說初步已經完成了調查案件 若收到更多資料和證據 不排除在這件案件中拘捕更多人 因為那天參與的人很多 環球時報總編輯胡錫進 在微博回應裁決 形容裁判大快人心 我照報道 要付出代價 因為那件事都很乖 你將一個人這樣扎著手 他又不是攻擊你 對吧 即是我說機場那件事 雖然傅國豪 跟著傅國豪 那些人都說很有品 很有品 但是 整件事 傅國豪 是有一點點送頭的 你叫我說 但是他沒有犯法 不是 你先聽我說 他當然沒有犯法 當然要去坐 這些就真正叫做送頭 他送了頭給你 你把他扎著手 接著你們就有幾十個人去坐牢 是的 他走到那件事 他表明了身份 搞了整件事 我不記得過程是怎樣 送頭 犯烏其將軍送頭 是為了經過次巡王 嗯 他送頭 扎著一身 結果就瓦解了全部人 瓦解了這麼多人 還有破壞了形象 OK 結果這些 他那個 我經常覺得 有些是有一點點有心的 我覺得整件事 至少他來到的時候 他不介意暴露身份 不介意什麼 就是整件事 我不敢說 不是我 你說我直覺上 我很公道的 有些人說我藍絲說我不是很公道的 假設他是無辜 即是送頭 無辜講完 對嗎 如果他是送頭的話 這些就是聰明的送頭 連登 那些高登 那些 那些什麼登 那些中大 那些就是蠢人送頭 蠢人送頭 明白嗎 對嗎 即是這些他如果是送頭 那些人就是有組織的送頭 然後無緣無故走去揪手 然後坐幾輪 然後就說 深血來潮 隔壁那個人叫你 隔壁那個人叫你 叫你去到 隔壁那個人叫你去到 哎呀 這樣 原來那個人叫你一句 然後走下去 其實跟那些 那個 那個為了別人的 鎚一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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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咦 怕他報警 不如殺了他 那些沒分別 中文大學有什麼智力 哇 港大香港大學有什麼智力 原來那些人 讀大學 讀書生自尋死了 考得大學做了暴徒 明白嗎 從暴徒坐牢 好 我們講下一則新聞 參與民主派初選 涉編迷反香港國安法被捕的50多人 大部分的人都在30至40小時釋放他出來 他們當然批評當局的行為屬於政治打壓 但是有則新聞 就是胡志偉被發現違反另一件案件的保釋條例 因為另一件案件就叫他交殺所有政件出來 但是這次他留下BNO 他還要去辦公室 失去找到BNO 結果他的保釋 他自己很快就流出來 是的 結果保釋被撤銷 現在還要還押 放不出來 因為基本上 你拿BNO 英國政府是不會將你拿BNO的資料 洩漏 當然 所以你拿BNO 本身是不知道的 但是我相信胡志偉真的是自己是7分的 是的 因為如果他是有心隐瞞的話 他就不會鬼泡尾就這樣說出來 是的 所以你做一個黨主席 搞成這樣 難怪你的黨搞得這麼差勁 狀況就是這樣 你黨主席身為主席也這麼差勁 你就不需要說這麼多話了 是的 不知道呢 我都不懂得說 可能還有旅遊證件有很多種的 護照可以有很多個 不是 你有很多個 很多人都是一個 是的 你有很多個 每一本護照都是錢 是的 法庭要你交出所有旅遊證件 你要交完的 不是多少本護照 是不是 現在交了只有一本 放不出來 真的沒錯 好了 另一則新聞 律政司司長鄭若驊 丈夫潘樂圖 安樂工程的主席 我告訴你一件事 我不怕再說 再說一件事 你就算有本BNO給別人說 你錢了 你錢多少錢 你那個BNO不見了 就可以了 明白嗎 是啊 我想交給你的 但我不知道放在哪裡 我不見了 我不見了 我努力地找過 你不可以不知道放在哪裡 我努力地找過 但其實去年有一個沒有報室 然後回家發現 然後燒掉了 你也沒事 你還要讓別人證明 你是有本BNO的 你都可以說你不見了 只要他搜不出來就可以了 但是你說出來就被人搜不出來 那就不見了 我們說一下潘樂圖那件事 都搞了很久了 說他在屯門小南的獨立屋 潛建了水池 前年被判潛建罪成立 罰款了2萬元 但潘樂圖就向高等法院上訴 昨天就被高等法院駁回上訴 駁回上訴的理由就是 其實這宗罪最高判罰是40萬 但是現在只是判了2萬元而已 不是非常嚴重的懲罰 因此駁回上訴 你會覺得這件事怎樣呢 為什麼潘樂圖和 我想是不關他的老婆事的 為什麼要窮追猛打呢 誰要窮追猛打呢 潘樂圖 潘樂圖不斷上訴 罰了2萬元的人輸 他是律政司 律政司的老公就是潘樂圖 但是現在律政司不斷上訴 不是律政司沒有上訴 潘樂圖自己上訴 就是說 他被政府犯了僭建罪 罰了2萬元 他就再上訴高院 現在高院駁回上訴 7萬元 駁回上訴的理由就是 你罰了2萬元而已 懲罰都很小 如果我是高院的話 浪費法庭力量 我會罰多些 既然你這樣罰2萬元 你不妥罰你40萬元 但是通常他上不上訴就看律政司 就 不 跟律政司上訴 不 例如你現在上訴 你現在上訴刑期 你上訴刑期過短 不是過場 過場 然後你的上訴就看律政司犯反對 律政司也不反對 如果律政司反對 就不能上訴 不是 你不能上訴 不過他就說這樣 就有機會判重一點 反不反對你判重一點 因為我不知道這是一個正確的狀況 還是實際的狀況 通常大家會聊一聊 他要上訴 他說你上訴不要 然後有機會判重一點 首先他就說 我都不反對 你不要反對這件事 就算他減刑或是判輕一點 你維持不判都可以 如果律政司本身的事情就不太順 你上訴就對了 這宗新聞Juicy的地方 因為潘樂圖的老婆就是鄭若驊 就是律政司本身 我覺得鄭若驊和潘樂圖 你本身 你知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你知不知道是什麽 其實你作為 你以為真是大了 就是這個 就好像是董建華老婆當年說 你知不知道是誰 即是之旅的 被人說是A1事件 那件事反而如果你是一個當時的時候 如果你不是董建華老婆 其實你反而是沒那麼嚴重的 被人跑出去 明白嗎 即是你要知道 你是律政司老公 你做這件事本身捉到 red caught red handed 已經是很不對的 你如果普通人就沒事的 如果這件事 脆脆地捆掉 捆掉 你不要把這件事 再變成一個新聞 那為何又要再變成新聞 我真是不明白 即是你要是否懂做老公 即是如果 譬如說我老婆 我做了特首 或者我做了政治人物 我老婆這樣去搞 嘩 要向他發色 就是 你明白嗎 那件事你 你是太過離譜 即是 你不要太丢架 你应该知道自己的位置在哪里 你不要害到自己的家人 但是我相信之所以不得挖声 因为郑余华也是这样的人 你做得好 我做疯了 你看看又不能上诉了 没错 拿出来说说 其实这件事没有很小的 两批东西 你打官司请律师同志 他们请律师应该没有很小的钱 我又忘记了律政司老婆的因素 你也希望律政司的老公去找你打官司 你是一个福气 你以后的打官司可以写到resby 你类似 你跟谁打官司 我跟郑余华 老公打官司 你明白了 找你打官司 郑余华会轻手一点 这是有好处的 我最后今天星期六的新闻联播完结之前 我有个读者WhatsApp 我在这里直接问大师 这位读者是我们的捧场 他说我读过大师政治班的第一和第二季 你听到你的消息说要开第三季 你会再搞成字班 他问我是否应该再读呢 还是内容会重复了呢 他这样问 情况就是这样 根据张文尚说 他不知道看哪个教授 黑书在法地 他说他是听到那个老师 是五次到六次的 当然 我有一部分是相同的 是根据相同的说出来的 但是应该是第一次和第二次 他读了第一次和第二次之后 他应该知道第一次和第二次是不同的 是不同的 因为我们第二次都是关于中港的东西 不是 是同一个政治课程 因为你没有听 没办法 我每一次都是在幕后处理的事情 那问题就是 其实第一次和第二次 我觉得大概都是得50% 大概60%左右相同 每一次 因为其实我的东西基本上是要上 基本上是要上20本书的 我给Vitter看的时候 他也有点震惊的 我给杨宇看的时候他也会震惊的 所以每一次 应该是杨宇就将 他已有的东西 很有系统的 做出来 是 然后我就将一些improvise的东西 去说出来 或者是喜欢时事性 或者一些理论性 那些东西应该是 大概会有一半是他没有学过的 所以如果他读的话 他也会看出 还有他可以问问问题 那些 这次杨宇有份参与 因为我的东西比较 天马行空 想省时间一点 反正我自负于自己 如果我有2000%的内容 我上课就不用准备了 当然了 对不对 就不用找人帮忙了 对了 但是 杨宇帮忙就会轻松一点 那些东西就会有组织一点 然后呢 我就可以将自己的2000% 再集一些精料的出来 讲一讲 或者集一些时事的出来 present出来 就是这样的 所以我想 如果你只是上过一堂 你就会问 应不应该再上 是 你上过两次的话 你应该知道 其实是很不同的 嗯 没错 那我回答了这位观众的问题 另外有一位观众 拿到亚洲电视的留言 他说 大师的2021的 投资课程 刚刚上个星期二就上了第一堂了 他还没报读 请问可不可以继续报读呢 因为还有四堂的zoom 那我现在就 我回答你了 绝对是可以的 还有如果你现在立刻报名的 第一堂的video 和教程 所有东西都会齐备好 可以立刻传给你 反正都是一样的 都是zoom而已 你可以今天报读 接着看第一堂 那接下来星期以上第二堂都可以的 最后我再说一说政治课程 政治课程其实现在 应该是刚刚这两天开班的 将会开始的 开会吗 不是 开始 开始筹备 不是 开始招生 开始招生 但是你也不知道 你不是说开班吗 OK 开始招生 但是问题是在开始招生时 我的好拍档 Fimi 她是一直以来的好拍档 我就说招生 她就说 喂 你要让我开闪 如果不是的话 你一招招了就没有了 就是作为一个好拍档 虽然我们有什么 虽然现在我们也有强大的 庞大的招生陣容者 但是我也让她开闪 如果不是的话 我怕她就会翻臉 不会的 她很好人的 每一次都给大家有机会 每一次开张的时候 这个好兄弟勤交修 每一次做事都让身边所有人都有一点吃 你不用担心的 他和你都是不计交钱的人 应该是没问题的 他和我都是计交借人的问题 好 记住大师的投资课程 你将星期二第二 所以我说正业课程 因为我说正业课程 所以为什么有正业课程呢 人们为什么提出来不招生 因为我也要等潘先生搞定了 才招生 但我就说我不等你了 我们就会下星期做招生了 总而言之你一定要把握这几天的 grace period给你 黄金饼法期 是的 我说了这么多 有兴趣的就可以读大师的投资课程 和大师将会开的政治班 在亚洲电视网站随时找到 好 今天就先说这么多 我们稍后再继续明天的新闻播 我们明天才见 其实都是今天 拜拜 拜拜